张鑫室内设计 小瓶树空间的大机能设计 我是张鑫 我做室内设计 平常我也会将我所体悟的 所感觉的 画进我的插画 然后写成故事绘本 也是一个小男孩跟小女孩的妈妈 我观察不同人物在生活中的需要 将人与空间的故事巧妙结合 并添加一些独特的个性 和风格美感 是我最热在其中的 而且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其实这个案子想要特别介绍 其实是屋主啊 他原本是住在60级坪的偷天厝 那因为他搬到南部的地区来 所以他买了其实是一个 30级坪的平面层 你看原本他住在比较大的空间里 那他要收纳或者设备 事实上他不需要去担心 就是空间不够用这件事情 可是当搬到30级坪来说的话 他评效整个少了少掉一半 然后屋主还是希望收纳的东西是齐全的 设备是好的 生活品质是足够的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在设计规划的时候 你就要精确计算 包含所有的设备啊 储师机啊 这些或空气清淨机 其实你都要精准的先预设它的位置 为了实际替屋主着想 未来十年以上最佳的空间规划 那个时候我大胆建议他们 可不将原来原本的餐柜区 从厨房拉一条水管过来 在这个台面上设置滤水器和水槽 顺势创造一个意外惊喜的青石料理区 一处由餐柜中岛餐桌比林构成的青石区块 可以和厨房热炒区隔开来 平常在这里喝水泡牛奶 简单的料理都可以在这里完成 像这个中岛台面有加热的功能 饭锅也可以放在这里 一家人坐在这边用餐的时候 添饭喝汤都不会麻烦 而且还可以保温 使用动线与机能设计整合 让用餐的时光可以温馨 又达到使用效益 另外特别留了空气清淨机摆放的位置 这是一开始就先计算好 评效和收纳位置的 让小空间完美整合收纳 不会事后造成家电摆放的零碎空间 那我们常常在说就是张鑫的空间啊 就是让人家感觉它很漂亮很好看 可是今天要特别是要这个案子 是我们空间不但是好看 其实很好用 那我觉得室内设计师来说 你要住一个好看的空间其实很容易 但是空间好不好用 那就不一定了 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案子 让大家知道 张鑫的空间是好看又好用的 我们做这个案子的时候 在跟屋主聊天的过程中 观察到他对生活很讲究 也很懂得挑选好用 CP值又高的生活用品 加上屋主夫妻 是医师跟药师的工作背景 因此对于空间设计的简洁明亮 空气还有用水的品质方面都很在乎 像是屋主喜欢的颜色 就是以黑色、白色、咖啡色为主要的设计 他们喜欢的设计很明确 不要混沌的配色 希望尽量呈现对比色的感觉 这样看起来空间比较干净又大气 所以当初就建议他们在空间主体浅色器的墙面下 地板可以由浅色换成深色的进口地砖 这样进入室内 空间立刻显得沉稳又聚隔掉 当我们决定更换地瓶之后 也顺便将玄关跟室内空间做出高低差 让玄关处能成为落成区 外出的鞋子都可以摆放在这个地方 灰尘不会进到室内 其实我们透过对屋主的生活的观察 习惯的观察 然后特别帮他设计一些 比如他需要的像这道小朋友的刮画墙 然后以后他也可以变成像片墙 其实就是透过观察 然后给屋主的设计 他的小朋友非常喜欢画画 而且很会用色 那如果说只有短短的一些什么 布膏栏或平贴墙 我觉得太少了 所以我给他一整面 那让小朋友很随性 就像你看他画完就贴上去 就是等于是说 我知道我现在做的东西 我把它贴上来 是我自己可以看见的 我想要给小孩子这样的感觉 那就是屋主他也非常喜欢这样的想法 那如果说比如说小朋友再大一点 那这道墙他其实可以做成像相片的展示墙 因为我们的底其实是处理过的 你只要简单的刷干净 他又是一道崭新的墙 我希望家是一个可以让小孩子表现的地方 我觉得家里就是要把小孩子的东西放出来 因为小小孩这个年纪 就是要给他发挥的空间 不是因为家装潢好了 大人会担心东西不好看 就把东西通通都收起来 就限制了小朋友可以发挥的创意 家也应该是要让小孩子一同参与的 所以在这边我特别设计了一个收纳的玻璃柜 专门给小朋友放上一些劳作啊 逃逸等等 我们其实在家的时间是晚上居多嘛 那你如果晚上时间多的话 其实你要看到室内的空间 白天你是靠太阳光 那晚上你必须靠人工光源 所以我那时候找了很久 其实是为了颜色性 颜色性其实就是说 我现在看见它白天是粉红色 我晚上也要看见它是一样的粉红色 所以我找了很久才找到这个光源 是我想要的颜色 因为我们给它什么样的面材颜色 你的光打下去它的颜色会是正常的 而不会色偏 所以你在晚上看空间的时候会是舒服的 因为白天房子好看 晚上也一定要好看啊 对 然后就是说 其实屋主附近他们喜欢科技感的物件 所以那时候我在选开关面板的时候 我就用了 建议他们使用这个Touch的面板 其实只要轻轻触碰 触碰 光就可以打开 而且它是无段式调光 就是你只要按住 光就可以渐暗渐落 所以它没有一段两段三段 它是渐渐的亮渐渐的暗 其实我觉得很符合人性化 我在找到这一个光源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为了要自己设计的房子 我们设计的房子显现真实性 就是屋主的物件设计 还有包含空间的颜色 所以我才会选用这样子的光 如果我们这边会有一道很漂亮 很多拼贴彩色的话 那当光打下去的时候 白天漂亮的粉红色 它晚上应该也是要漂亮的粉红色 所以我们在设计光源的时候会看 我的工作场域跟我想要的气 气氛是什么 然后来选用什么样的光源 我们常常在要做一个住宅的时候 我们都会拿着相片说 我要做这样做那样 可是其实身为一个设计师 你要去感受屋主适合什么样的空间 而不是从设计师的角度去出发 那即便屋主可能提出 我想要这个想要那个 你也要能够从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去建议他 他在这十年里 以他们家庭生活 以他们想要的美感 适合居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我觉得这次设计师很重要的责任 在跟屋主讨论的过程中 发现屋主先生下班回家 喜欢懒泱泱的躺在沙发上 加上小朋友活蹦好动的年纪 因此在设计上 我们以小编机取代了大茶几 并在上面放上蓝骨头 让小孩子在这边玩耍的过程中 不会受伤 另外屋主一家人也特别喜欢收藏一些小东西 所以我在电视柜的旁边 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展示柜 从底部打出光源 让收藏的东西更有趣味 餐桌椅是特别从国外进口的品牌家具 呼应屋主独特的品味 也和中导尺寸做出完美的搭配 小孩房的空间原本是一间单人房 因为屋主夫妻对孩子阅读习惯的重视 因此原本第二间的小孩房 保留作为独立书房的用途 所以其中一个房间 必须设计给两个小孩同住 在空间有限的考量下 如何规划出两个床铺和书柜 以及衣物收纳 利用空间设计 将原本只能睡一个人的空间 扩增为能够睡两个人的设计重点 是利用镂空床板极高低差 区隔出两个独立空间 让两个孩子睡觉不容易打架 也能透过镂空的墙面 穿透阳光 甚至增加对话的趣味性 并且设计划出两个小孩 规划这个案子的时候 有问过屋主 就是你要在这个房子住多久 他说十年 那现在小朋友一个是三岁 一个是六岁 那等于是说他们的成长期 是在这个黄金的十年里面 那你就会想说 他们一家人要怎么在这里生活 当我做主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希望屋主可以跟我聊天 让我能够理解 而且我会蛮常去看屋主的Facebook 我看他的生活是什么 有些屋主喜欢去骑车 去登山 去郊外 所以我会在他屋子里面放非常多的子栽 然后他也很喜欢 那这个屋主可能就会接二连三的来找我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房子其实都一样 你要知道说这个主角是谁 你要为这个主角而做 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做 增加收纳这一点上 特别设计了两个挂衣的墙面 就像神仙教母一般 妈妈每天会替小朋友 准备明天上学要穿的衣服 一人一套分别挂在这里 这是留给孩子成长记忆的特别设计 另外还有书墙 衣物抽屉隐藏式的衣柜 因为要养成孩子睡前阅读的习惯 设立了远光灯 光线均匀不伤眼 采光窗户刻意不留窗帘 以减少城门 又以好清洁为考量 重视小孩教育的屋主夫妇 将这个空间打造成独立的书屋 尝心的缩板 让两个孩子无论读书啊画画做作业 都可以尽情的使用 书桌墙面我刻意不使用 常见的烤漆玻璃 因为不仅会反光也会刺眼 这回特别将书桌的材质延伸至墙面 可以随意贴东西 只要用湿抹布清洁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主卧房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块 就是像我身后大家都会觉得 这应该是女主人的化妆台 其实不是 因为男主人其实工作回家放松的时候 他就是要打电动 所以他这是一个打电动的王位 那怎么会没有女主人的化妆台呢 有 我们其实设计在衣柜的角落 然后他打开其实就是一面镜子 他可以很轻松的坐在那边 然后保养 所以他只要有一个小小的区块 事实上 这个地方其实是很方便使用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进门的后方 我做了一个 回来不洗衣服的放置区 那这个地方其实很方便 因为他在门后 又不是你一进来看到的地方 所以他不会显得杂乱 那整个空间设计的设计 因为女主人非常喜欢紫色 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在考量说 那空间如果整个用紫色去刷漆的话 它的耐看程度或紫色它不会那么美 所以我们决定把紫色的重点 落在窗帘上 那整个空间的色彩 我们就用淡淡的杏色 就是像我们指甲那个淡淡的杏色 然后让空间其实是很温和柔软 色彩配置上的巧思 其实就是我们从工区一直往内走 其实它都是比较安静安全的色彩 所以往里走的时候 我就会希望在进到卧室之前 做了一个橘红色的跳色的门 所以你就会觉得空间开始在转换 转换到一个比较柔软的区块 所以藉由橘红色的俏皮的设计 然后进到卧室来 又看到我们挑选这张打电动的椅子 它也是橘色 所以它会有一点相关性 那空间的延伸性 其实就会很活泼 一般来说很多室内设计师 会惯性地去替屋主设定空间造型 特定的家具搭配 但以这个案例来说 以我一反常态的做法 完全是以屋主的个性 喜好出发点做设计与安排 我们以基底为中性色调 可以让进来的家具是更有色彩 更有生命力的 中性的底色 尽可能地将颜色收束成一个画布 然后让空间里 屋主的收藏 使用的家具跟饰品 来一一表演 点缀出居家空间的活力 与个人的特色 这个屋子刚好的时候 其实屋主曾经就跟我说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说 每一个你在设计的住宅 都会像那个屋主的房子 那很好玩 他说他公公 就是一些亲戚们 来这边参观的时候 他公公绕完一圈 然后看着他就说 这厨子你的呀 很像你的 从事室内设计这一行 已经有25年 我有一个新的体悟 美感这件事情很容易做到 但我们要做一个房子给人住 就应该真正地看屋主想要怎么住 不是只有弄一个漂亮的房子而已 室内设计师表现的 应该是还给屋主一个 他想要的生活 其实两位屋主夫妻他们都非常有想法 那有时候我们会用设计师的观点去挑选家具 或挑选他的空间材质 那设计师他喜欢一贯性的美感 可是我们回到生活里的时候 就连我们自己 会不会去买那样东西 其实都不一定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会回到生活逻辑这件事情来看 也许就像我的餐椅 我用三张粉红色配一张蓝色 也许过去我不会这样挑选 但现在我会 因为我也在生活里 我也是一个妈妈 我也是家庭的一个成员 我喜欢什么样的物件 是让我觉得在空间里面最舒服的 最轻松的 其实他并非一定要有逻辑性 我认为他其实就是不完美的完美 当你透过对屋主的性格了解 你觉得他在这样的空间里 而且他的频数其实不大 所以你给他的手法是越少越好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东西他们的物件很多 其实他就会带给空间很多的层次和丰富感 所以在设计一个住宅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会想要过度的去讲究一些手法 这些设计 但是我认为如果你要在这边生活 这么多年甚至十年以上 有人可能要住一辈子 你就必须在适合你的空间里 所以把设计设计到刚好 实用刚好 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也是最重要的 设计师Tips 设计师的角色 在于从旁观者的角度 给予最适合屋主个人的专业建议 灌注设计师的惯性美感 会因设计过度 要还给屋主最适合他的生活 想欣赏更多张心设计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